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黃雁芬 今年61歲 是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獨台戲的傳承人 我師父張桂萱只有跟隨他的父親張鳳林學藝 能演出京劇 平劇 河北幫子等多種劇 師爺張鳳林曾經組建過木偶戲大手戲 是吳橋木偶表演的代表性傳承人物 讀台戲看起來簡單 但是練起來並不那麼容易 牙齒 皮質等手指工都要練很長很長的時間 等練好了基本功 再拿起木偶學習各個行當的操作技術 其中最難練的就是表演口技的 口琴子非常的費力 而且一不小心還會咽下去 卡著很不舒服 當時練獨台戲時 每天練得肩膀又酸又痛 夏天台子裡面悶熱 熱得透不過氣來 冬天冷得手都凍僵了 拿道具都不好拿 好幾次我都不想練了 都想放棄 記得第一次表演獨台戲是在1996年 當時面對那麼多觀眾 我心裡特別特別的緊張 一場戲下來身上的汗都濕透了 是觀眾熱烈的掌聲給了我自信 也是讓我這麼多年堅持獨台戲表演的動力 2013年我被河北省文化廳授予 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無巧雜技代表性傳承人 隨著時代的發展 人們的這個娛樂方式也越來越多元化 這個獨台戲這一傳統的這個節目 像賣豆腐啊老虎吃人啊 有點太通俗了 但在雜技大世界嘛 我就想著怎麼琢磨著把這個雜技節目 融在一邊 氣功啊 雜技了什麼的 然後再加上風趣幽默的語言 來吸引觀眾的喜愛 練一個新的節目啊 特別特別的難 我琢磨著再把咱這個雜技啊 再練上幾個劇目 你比方說末日雜技這個轉碟來說吧 它必須得找我平衡技巧 這一個鉛子 一個盤子 你上盤子的時候非常非常的難 一天兩天學不會的 它得找我這個平衡技巧 有的時候盤子鬧不好 一下就掉地下了 你平時拿手鍊啊 還好一點 你如果說戴上這個小手袋帽 再加上口琴子 還得找我平衡技巧 這個難度就大了 通過我不斷地一遍一遍的翻覆練習吧 練了將近好幾個月 在這個節目才能拿得出來 才能把這個平衡技巧照 無僑獨台戲啊 經過幾代人的演出實踐 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和體系 作為傳承人 我將不斷地研究創新 融入新的元素 讓獨台戲啊 重新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 讓更多的青年人喜歡它 學習它 傳承它 作詞文明